哇,这个明星好帅哦,在电视机前我们经常能听见类似这样的话在我们的印象里,似乎男明星一定要有一个交好的面堂,甚至可能阳刚直气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新街棒的亚洲一百帅却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确实亚洲一百帅名单公布以后,小编也有点论审,比如吴经理、亚吴亦凡获得榜首、沈腾排名游在蔡徐坤之上。 这大概是许多蔡徐坤的粉丝不能接受的吧? 其实这份榜单后面总会带上明星的代表作,也暗中向我们传递的是亚洲一百帅真的不只是看脸,更多的是男明星背后的故事。 我记得吴经在一个综艺上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众思想,男人帅的不是面容而是背后的故事。 小编的理解是,一个男人你可以面容不是出色,但是你的内涵,你在人生道路上的态度,你遇到事积累下来的思想态度,才是最帅的。 吴经夺得第一大家大概没有什么好说的流浪地球《战狼2》的优秀作品先后创下中国票房的新高。 甚至让好莱坞的一些主名导演光目相看,在《战狼》系列拍摄之前,吴经甚至拿房子作底,加筹及基金。 这是一种好气,一种难,人身上千金散尽海赋来的豪情。 其实拍电影分好多种,有的人用脸拍,有的人用心拍,而有的人是拿命拍。 吴经从出道以来几乎很少有不受伤拍完一部电影的。 其实我们可以想想,以为人赋的吴经为什么要这么拼,吴经缺钱吗? 《战狼》系列早就让吴经赚得很满,波满,甚至下辈子都不愁吃,喝。 其实吴经继续拼命的原因只有一个,他希望中国可以有更多的优质电影。 有很多人,甚至北大的教授,拿个种学术的眼光批判流浪地球。 小编想说,如果你能拍出比他更好的科幻电影就去,不然你没资格对别人的作品指手画脚。 好莱坞电影《飞天入地》有几个遵守科学规律,别人的都是瑰宝。 我们的就要被骂,小编觉得没这个道理。 聊完吴经,我们来聊一聊沈腾。 现在的沈腾,或者说出道以来的沈腾,绝对称不上帅。 甚至已经不是帅小伙的年龄,他在榜单上司,忽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但仔细一想,却又在情理之中。 沈腾从开心马花的小片节目开始,被人数之似乎不知不觉间,他就已经成了新一届的喜剧之王。 沈腾的代表作,我想就不用小编多说了。 小编在这里想表达的是沈腾的真实低调和对待生活幽默的态度。 沈腾似乎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明星,在他拍王牌对王牌的时候,经常放下所有的包、服表现出来真的就像是一个我们身边的人在跟我们玩游戏。 沈腾从来不做作,他也经常自夸。 我记得在游戏期综艺里,在看动作猜方言,沈腾看着花花似不像的动作,一下子就猜出了是大字溜花。 游戏结束,沈腾下台喃喃的说,太难了这题,这题太难了,这大题的人里一定是有天才啊。 逗得全场哈哈大笑,确实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明星,自然比故意装出来的人舍看得舒服得多。 沈腾曾在一个放谈节目中提到,许多名校妖请他去讲述自己的故事,都被他拒绝,他自知没有过人学时,不能去虚假卖弄。 此外沈腾还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 沈腾从来没有过绯闻,在娱乐圈外也很少吵,做自己的新闻,他更是表示自己最感谢的人就是母亲。 在他上大学的时候,他母亲更是辞掉了工作,在学校的食堂里买饭,收到这里,沈腾也红了眼眶,这样的沈腾更像是一壶老酒,越喝越有韵味。 如果说吴京更像是我们社会里的超级英雄飞天顿地拼命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业。 而沈腾更像是一位邻家叔叔用真实幽默将校生传递给家家户户说不上那个更意义重大。 我只知道他们专心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的事后都很帅。 在榜单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吴亦凡、胡歌、易阳千玺、周杰伦等这些颜值与实力共存的人。 周董这阵忙于家事歌曲方面更新较慢也可以理解。 而签系从一开始PFBOYF出道备案潮市三人中最丑的到逆袭为亚洲一百帅也不知道做何感想。 但是至少是于颜值限于才华忠于人品这句话是不错的。 虽然这只是一份放单但是从这背后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男人嘴帅的绝对不应该是脸庞而是那种为了一件事业你全力去做敢拼命不张扬。 善良低调的精神也请粉丝们理性追星多将关注点放在明星背后的精神上。 媒体上曾经有这样一句话。 在这里我分享给大家内涵精神强大的艺人一定会成功。 言指之是决定了他成功的快慢。 关于这份亚洲一百帅。 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哦。 冲三马 和游子在核子 受伤óc一庆领。 欸不需要。 感谢观看